哈囉我是Zender 接下來要打的是最強的水劍龜 我使用的是物樂盾 持有物方面交點鏡或者說是節拍器 在招式上可以選擇吸取拳 劍舞還有大晴天 拳開猛狀的話可以不用帶 也可以選別的 主要是能力的話 要攻擊跟特防要點滿 這邊就準備開始了 這邊一開始開場就使用劍舞 劍舞一開始可以放一次或三次都行 假如怕會死掉的話 那就是開啟劍舞之後 畫面就直接吸取拳 接著後面開太精的時候 就是要把劍舞把它升到滿 就是前面假如說只放一次的話 就是要把它再放兩次 把劍舞三次升到滿 把攻擊升滿之後 再放吸取拳到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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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這邊啊 他將我們的能力debuff的話 我們就再放劍舞三次 補回來 然後現在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量 假如說 血真的不夠撐的話 我們就在放一下吸取拳 把我的血吸回來 再把劍舞放滿 那在這邊他的水箭龜會放出的球魚招式 我們這邊就是要使用大晴天把他的球魚招式蓋過去 不會讓他的水系技能的攻擊力增加 這樣我們後面就會穩穩的過 血量也不會減少太多 假如有帶焦點鏡的話 有機率會集中要害會增加攻略速度 那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Zender 喜歡我的頻道歡迎可以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這邊就祝各位遊戲愉快喔 再見